哈喽大家好,我是尊老邪 最近我吐槽了一部 让我仿佛看到了初恋的演技炸裂的作品 获得了这部剧粉丝的热情回应 有的人就说了 你又不是演员导演 懂什么演技和创作 真的,不是老邪我狂妄 我这10个T的硬盘一旦发生泄露 那就是全球眼科的灾难 试问世界上有哪一块硬盘 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存 这辈子就只存了沙雕电视剧 作为一种极度危险的职业 老邪在工作中做出过各种总结经验 什么大女主马力出套路金鞭 烂片宝典 霸道总裁那些事儿 如何通过片名看透99%的烂片等 至今仍然在饮食行业发光发热 比如前段时间解说过的幕后之王 标准的 知商傻白天各种作识 低素质总裁舍身相救 再比如这个甜蜜暴击 校园男傻白天各种作识 低素质女总裁舍身相救 正如我曾经做过的总结 男女傻白天低素质 总裁舍死拯救 这几个词随便组合 基本上包含了市面上 绝大多数的国产职场神剧 所以没错 今天给大家来的 就是低素质男各种作识 傻白天女总裁舍身相救的 职场立志逆马力出电视剧 推手 影片开始 在一个好像房地产效果展示视频中 一个喝着咖啡的自信男孩出现了 每天早上从八万平米的阳台上起床 看到对面大楼上五千寸的电视 但是他一点都不快乐 原来今天有一个土地招标活动 这个自信的吉林哥就是一个霸道总裁 看他一脸的平静 仿佛的一切都运筹帷幄的模样 你绝对想不到他居然是个耳逼 今天的招标 说这个土地开价20亿 吉林哥远程操控开始进盘 他话不说 直接开价40亿 看到这里 如果你以为 这跟龙之音任好名浩哥这种 与肉首富买巴黎铁塔 是一样的套路 那你就错了 毕竟这部剧是一部商战剧 你就看吉林哥的表情 你会觉得他在开玩笑吗 没错 他就是一个24K纯弱智 作为一个总裁 他不仅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而且重点是 公司根本没有40亿 吉林哥非常淡定 说自己有严密的计划 不 他并没有 这时候画面一转 在一个飞机仓库里 我们男主尤逆哥正在举行派对 他今天要跟俱乐部的冰山美人比赛 只见一个人从四米高速霍空翻落地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在路上两人出了车祸 女主豪放姐穿着高跟鞋 迈着摩托布来看尤逆哥 我们不用管为什么 骑摩托要穿高跟鞋 总之尤逆哥看到女主走来 当时就呆住了 这个女人怎么随身带吹风机呢 豪放姐看到男主当时也呆住了 怎么你也带吹风机啊 就这样两人因为违法飙车 被带到了警局 尤逆哥使出浑身泄数 一瞬间也如皇教主上身 疯狂来撩女主 给他感受一下 不到家才知道 原来女主豪放姐的男朋友 就是开头的那个鞋铃哥 而豪放姐是公司的副总裁 两人就40亿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豪放姐就是说 我们隐忍了这么久 每天都住公司宿舍 你怎么能这么冒险 对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司宿舍 而在公司呢 这些股东们很生气 说鞋铃哥擅自拿我们的40亿 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个秘书说 请大家相信鞋铃哥 股东们听了 纷纷点头就被说服了 看到这里我就这样问 这些股东从哪里找的 败家子慈善俱乐部吗 画面转我们的反派出现了 真的 很少由现在直上去 那反派出现还在惊悚B节目的 这一幕不停让我想起 无法天女 奇装一服加著作浮夸的表情 看着这貂皮豹文四人组 你就很难想象 他们就是上海房地产四巨头 另一边 女主豪放姐就来拜访自己的老师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度过危机 现在这俩人在得跟变态似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抢着买单 只算是这部剧为数不多 与剧名推手有直接联系的部分了 在回家的路上 女主正好看到有你哥正在被追杀 这一幕不禁又让我想起 多年之前的大师们 什么隔空放电 隔山打牛 那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后面的剧情 就是有你哥花死桌死了 他爸欠钱跑路 家里直接破产 还有很多人在催债 巴尔总裁豪放姐知道后 就要收购这家公司 你又你哥一听不乐意了 什么我公司现在四千万 你说帮我还就帮我还 说咋就把人给打了 然后带着他妈去了工地打工 后面人又来劝他 说你这钱要是不还 你爸就得去坐牢 你又你哥一听 什么阻止我爸坐牢 说咋又把人给打了 结果他爸还没来得及坐牢 为了还钱就活活累死在了工地 只能说 有你哥你真是想的是个人才 在公司里 女主帮男主的收购计划 被金灵哥阻止了 女主一生气 当时就把股份变现 然后帮男主还了四千万 不仅如此 他又花了三百万 买下了有你哥的车行 按理说 欠债还了又有了三百万 怎么也能好好生活了吧 那男主不敢 他转头就学苏大强买了理财 几分钟之内三百万全部败光 女主又把他带到自己的公司 成为唯一的空降员工 还成为了小头目 那你总能好好工作吗 那不行 不作死不舒服 谁也看不起 什么都不做 四十五开小菜 到处丢大人 在经过女主一万多次拯救后 男主终于有那么点觉醒了 结果晚上刷牢的时候 就防止他了 希望这天下 谁能比他更惨 看到这里 有人就要问了 那金灵哥去哪了呢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看了十六集 他骗头那四十亿背后的完整计划 我是一点都没看到 我只知道 在天台的边缘见过他一面 这部剧名叫推手 按照介绍说的是 男主通过学习太极推手 从中领悟做人经商之道 从一个职场小白 变成了职场高手 但是呢 在剧里 基本上就跟这个没啥关系 如果不是女主跟亲妈一样帮忙 还是什么从太极中学习经商之道 你就是换成葵花宝典 也是完全没有卵用 当然了 撇开剧情上的幼稚 全剧最大的败笔 可能就是演技问题了 一部剧 如果你看着 只敢说到的尴尬一浮夸 那么剧本就算再好一万倍 也拯救不了口碑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喜欢不要为你点关注 更多意思解说 一些搞笑图操 都在老鞋说定 当然不要为你鼓励三连 给老鞋支持 我是这些老鞋 我们下期 再见